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禁露出了一丝诧异和好奇 麦克斯维尔飞快地说了一声 早上好 皮质 就朝他的办公桌冲去 仿佛要跳过办公桌似的 接着他就埋头在一大堆 等着他处理的信件和电报里 那个年轻的姑娘 已经替麦克斯维尔当了一年的宿记员 他的美丽是一般的宿记员所没有的 他并不采用那种 华丽诱人的胖巴度式的发型 也不带什么项链 首饰 机心之类的东西 他根本没有准备 接受人家邀请去吃饭的神器 他的灰色衣服虽然很朴素 但是穿在他的身上非常合适 而且纹雅 他拿俊俏的黑头巾帽上 插了一只金绿色的鹦鹉羽毛 今天上午 他身上有一种温柔而羞怯的光辉 他的眼睛晶莹明亮 他的脸颊桃花般的娇艳 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神色和浪漫的情调 Pieter仍旧有点好奇 注意到他今天早晨的举止有些异样 那个姑娘不像往常那样 静止地走进他办公桌所在的套间里 却有点愁愁不觉地逗留在外面的办公室里 有一次他挨进麦克斯威尔的办公桌 近得仿佛要让他知道自己在场 坐在办公桌前的人 简直成了一部机器 他是一个忙碌的纽约式的经纪人 由那些盈盈作响的齿轮 和正在展开的发条推动着 在哪儿呢 这儿呢 怎么你在这儿有事吗 麦克斯威尔粗声粗气地问道 他那些拆开了的信件 堆在那张杂乱的办公桌上 好像舞台上的假雪 他那锐利的灰色眼睛 唐突而不尽人情 有点不耐烦地 扫了苏继元一下 啊 没事 苏继元微笑地走开了 他对机要秘书说 啊 皮扯先生 麦克斯威尔先生 昨天有没有对你说起 另请一个速记员 皮扯回答道 哦 说过 他吩咐我另找一位速记员 昨天下午我就通知了介绍所 让他们今天早晨送几个来看看 可是现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了 可是还没看见哪一个戴花哨帽子 或者嚼菠萝口香糖的来过 那么 在有人顶替之前 我照常工作好了 他说完就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把那顶插着金绿色鹦鹉毛的黑头金帽挂在老地方 谁要是没有见过一个生意大忙时候的纽约经纪人 谁就没有资格当人类学家 诗人歌颂了灿烂的生命中一个忙碌的时辰 对经纪人来说 不但时辰是忙碌的 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也都忙碌不堪 仿佛挤满了乘客的车厢 前后站台都没有立足的余地 今天正是哈维·麦克斯威尔的忙碌的日子 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开始精卵地吐出一卷卷的纸条 电话机犯了不断盈盈发响的毛病 人们开始拥进事务所 在栏杆处探尽身来向他招呼 有的高兴 有的慌张 有的极言吏色 有的刻薄狠毒 送信的小丝 捧着信件和电报奔进奔出 事务所里的办事员挑来挑去 活像风暴发作时船上的水手 连Pitcher那不露生色的脸上 也泛起了近似有生气的神态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 山崩 暴风雪 冰川移动和火山爆发 自然界的巨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 小规模地重演了 麦克斯威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 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 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 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跳到电话机旁 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 灵活得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小丑 正在这个忙得不可开交 越来越紧张的当口 经纪人忽然撇见一堆高耸的金黄色头发 上面是一顶颤动的丝绒帽子和驼毛帽式 一件冲海豹皮的短外衣 一串几乎垂到地板胡桃大的猪项链 和一个银鸡心 同这些附属品有关联的 是一个从容不迫的年轻姑娘 皮特正准备介绍 宿纪园介绍所派来的小姐 是来应聘的 麦克斯威尔打了半个转身 双手还捧着一堆纸张 和股票行情的纸条 什么 应什么聘呢 皮特说 应聘当肃进员的 昨天是你吩咐我打电话 叫他们今天早晨派一个来 你头脑糊涂透了 皮特 我干嘛要这样吩咐你 莱斯里小姐在这儿的一年里 工作令人十分满意 只要她愿意继续干下去 这个职位永远是她的 对不起小姐 这儿并没有空位置 我说皮特 赶快向介绍所取消要人的吩咐 别再把人带进来了 那个银机心晃晃荡荡的 不听指挥的 在办公室的家具上 磕磕碰碰的 愤愤离去 皮特在忙碌中对不计员说 我说老板近来好像越来越心不在焉 越发越容易忘事了 业务越来越忙 节奏越来越快 麦克斯威尔的顾客投资很多的股票 有五六种在市场上受到了严重打击 买进卖出的单据 像飞燕般穿帘似的地来地去 她自己持有的股票 有几种已经遭到了危险 她向一部高速运转 精俏坚固的机器 紧张万分 开足马力 正确精密 从不犹豫 言语动作和决断 都像中宝的基建那样 恰当而迅速 证券和公债 借款和抵押 保证金和担保品 这是一个金融的世界 其中没有容纳人类世界 或是自然界的丝毫空隙 将近午餐时间 喧嚣暂时平静下来 麦克斯威尔站在办公桌边 手里满是电报和备忘便条 右耳朵上夹着一支自来水笔 一座头发凌乱地垂在前额上 她的窗子是打开的 因为可爱的女门房春天姑娘 已经在大地的暖气管里 添了一些热气 窗口飘进了一股迷茫的气息 或许是失落了的气息 一股紫丁香优雅的甜香 刹那间经纪人动弹不得 因为这种气息是属于 莱斯利小姐的 是她的 只是她一个人的 那股气息 是莱斯利小姐的容貌栩栩栩如生 几乎是触目的道的 显现在她的眼前 金融的世界 突然缩成一个遥远的小黑点 莱斯利小姐就在隔壁房间里 相去不出二十步远 麦克斯威尔脱口说了出来 哦天哪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要求她 我不明白为什么早不去呢 麦克斯威尔一股劲地 冲进里面的办公室 像一个做空头的人急于补进一样 她向宿记员的办公桌猛冲过去 匆匆开口说 哦亲爱的莱斯利小姐 我只有一点空闲时间 请你理解我 我利用这个时间来说几句话好吗 我说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我实在没有时间 用普通的方式跟你谈情说爱 但是我确实爱你莱斯利小姐 请你快点回答我 快点回答我 没有时间了 那帮人正在抢购太平洋铁路的股票呢 哦 你在说什么 年轻女人站了起来 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她 哎呀 你不明白吗 莱斯利小姐 我要求你跟我结婚 你听懂了吗 我爱你 莱斯利小姐 我早就想对你说了 所以事情稍微少一点的时候 我就抽空跑过来 哎呀 真糟糕 电话铃又响了 他们又要找我了 我说Pitch让他们等一会儿 哎呀 你肯不肯的 莱斯利小姐 苏季元的举动 非常蹊跷 起先 他似乎诧异地愣住了 接着 泪水 从他惊讶的眼睛里流了下来 之后他肯定下来 之后他泪花经营地愉快地笑了 一条胳膊温柔地勾住经纪人的脖子 他柔声地说 我现在懂得了 这种生意经 是你把什么都忘了 起初我吓了一跳 难道你不记得了 哈威 我们昨天晚上八点钟 不是在街角的小教堂里 已经举行过婚礼了吗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燕姬轩朗诵的 美国著名作家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女巫的面包》 朗诵燕姬轩 Masha米查姆小姐 是街角上那家 小面包店的老板娘 Masha小姐今年四十岁 她有两千元的银行存款 两枚假牙和一颗多情的心 结过婚的女人真不少 但是和Masha小姐一比 她们的条件可就差得远了 有一位顾客 每星期来两三次 Masha小姐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 那位顾客是个中年人 戴眼镜 棕色的胡子 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她说英语的时候 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 她的衣服 有的地方磨破了 经过织补 有的地方皱得不成样子 但是她的外表 仍旧很整洁 而且彬彬有礼 这个顾客 老是买两个陈面包 也许因为新鲜面包 是五分钱一个 而陈面包 五分钱却可以买两个 除了陈面包以外 她从来没有买过别的东西 有一次 Masha小姐注意到 她手指上 有一块红褐色的乌迹 她立刻断定 这位顾客 一定是一位艺术家 并且非常穷困 毫无疑问 她准是一位阁楼的人物 她在那里画画 啃一啃陈面包 呆想着 Masha小姐面包店里 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 Masha小姐坐下来 吃肉排 面包卷 果酱 喝红茶的时候 常常会好端端地 叹起气来 希望那个斯文的艺术家 能够分享 她的美味的饭菜 不必待在阁楼里 啃那个硬面包 Masha小姐的心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那是多情的 为了证实她对这个顾客的职业 猜测的是否正确 她把以前买来的一幅画 从房间里搬到外面 搁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 那是一幅威尼斯风景 一座壮丽的大理石宫殿 画上是这样标明的 耸立在画面的前景 或者不如说前面的水井上 此外还有几条 此外还有几条小平底的船 还有云彩 苍穹 和许多明暗烘托的笔触 艺术家是不可能 不注意到那张画的 两天以后 那个顾客来了 老家 两个沉面包 夫人 您这幅画可不坏呀 玛莎小姐 用纸把面包包起来的时候 那位顾客果然这样说道 是吗 玛莎小姐看到自己的计谋得逞了 便大为高兴 您不知道 我最爱好艺术和和绘画了 您认为这幅画不坏吗 先生 宫殿 宫殿画得不太好 透视法用得不真实 好了 再见 夫人 那位顾客拿起面包 欠了欠身子 匆匆地走了 嗯 是的 她准是一个艺术家 玛莎小姐把画又搬回房间里 她回想到那位顾客眼镜后面的目光 那是多么温柔和善呢 她的前额多么宽阔 一眼就可以判断透视法 却靠沉面包过火 哎 太遗憾了 不过天才在成名之前 往往要经过一番苦斗 假如天才有两千元银行存款 一家面包店和一颗多情的新作为后盾 艺术和透视法将能达到多么辉煌的成就 但这只是白日做梦罢了 玛莎小姐 最后一个时期 那位顾客来的时候 往往隔着货柜聊一会儿 她似乎渴望着同玛莎小姐的愉快的谈话 可是她一直买沉面包 从来没有买过蛋糕 馅饼 或是玛莎店里的可口的甜茶点 玛莎觉得她仿佛瘦了一点 精神也有一些颓挞 玛莎很想在她买的寒酸的食物里 加上一些好吃的东西 只是鼓不起勇气来 她不敢冒失 她了解艺术家高傲的心理 玛莎小姐在殿堂里的时候 也穿起那件蓝点子的筹备心来 她在后房熬了一种神秘的温脖子 和彭纱的混合物 有许多人用这种汁水美容 一天那个顾客又像平时那样来了 把五分镍币往柜台上一搁 买她的沉面包 玛莎小姐去拿面包的空单 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喇叭声和警钟声 一辆旧火车隆隆驶过 那位顾客跑到门口去张望 遇到这种情况 谁都会这样做的 玛莎小姐突然灵机一动 抓住了这个机会 柜台后面最底的一格架子里 放着一磅新鲜的黄油 送牛奶的人拿来还不到十分钟 玛莎小姐用切面包的刀子 把两个沉面包都拉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 各塞进一大片黄油 再把面包摁紧 顾客再进来的时候 她已经把面包用纸包好了 他们愤外愉快地扯了几句 顾客走了 玛莎小姐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 可是心头不免 有点着慌 我是不是胆子有点大了 她会不会不高兴呢 绝对不会的 食物并不代表语言 黄油并不象征 有失闺秀身份的冒失行为 那一天 玛莎的心思老是在这件事上打转 她揣摩着那位顾客 发现这场小骗局时候的情景 她想象着 她会放下画笔和调色板 画架上织着她正在画的图画 那幅画的透视法 一定是无可指摘的 她会拿起干面包 和清水当午饭 她会切开一个面包 想到这儿玛莎小姐的脸上 泛起了红韵 那位顾客吃面包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 那只把黄油塞在里面的手呢 她会不会还想到 这个时候 前门上的铃铛 闹人的响了 叮咚叮咚 有人闹闹嚷嚷地走了进来 玛莎小姐赶到殿堂里去 那儿有两个男人 一个是叼着烟斗的年轻人 她以前没有见过 另一个就是她的艺术家 只见她的艺术家 脸上得通红 帽子推到后脑勺 头发揉得乱碰碰的 捏着拳头狠狠地 朝玛莎小姐摇晃道 你这个笨蛋 她拉开嗓子嚷道 接着又喊了一声 你真是个冲祸 年轻的那位男人 竭力地把她拉开 你别拉我 我不走 我非跟她讲个明白不可 你把我给毁了 你明白吗 我对你说吧 你是一个讨人厌的老猫 马莎小姐虚弱无力地 倚在货架上 一只手摁着那件 蓝点子的筹背心 年轻人抓住同伴的衣领 哎呀 走吧走吧 我说你也骂够了吧 她把那个暴跳如雷的艺术家 拖到门外 自己又回来了 夫人 我认为应当把这场吵闹的 原因告诉你 那个人姓布鲁姆波格 他是建筑图样设计师 我和他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 他在绘着一份新市政厅的平面图 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 准备参加游奖竞赛 他昨天刚上完墨 你明白吗 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打底稿的 上好墨之后 就用沉面包屑擦去铅笔印 沉面包比擦字橡皮好得多 你知道吗 布鲁姆波格 一向是在你这儿买尘面包 哦 今天 你明白吗 夫人 里面的黄油可不 可不妙啊 布鲁姆波格的图样成了废纸 只能撕开来 包三明治了 玛莎小姐走进后房 她脱下蓝点子的筹背心 换上那件穿旧了的棕色的衣服 接着 把她精心调制的温脖子和彭沙汁 倒在窗外的垃圾箱里 唉